提起央视一姐 不知道大家心里会出现谁的名字 但老鱼的脑海中浮现出来的 只有那个让老鱼从小看到大 每年春晚都会出现的周涛 我是周涛 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 大家晚上好 周涛出生在安徽淮南 父母都是老师 一个教舞蹈 一个教数学 爷爷更是当地知名的老会计师 出生在这样一个书生门地 又富有艺术气息的家庭 周涛从小不仅是个学霸 更是那种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的孩子 上学的时候 周涛迷上了听广播 就连写作业都要打开收音机 伴着广播的声音才能写下去 只不过当时谁也没想到 这个爱听播音的小女孩 长大之后真的会成为 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正是因为这样的梦想 周涛成功考进了广院 大学毕业之后 周涛跑去了北京广播电视台 毛髓自建 三年之后 他如愿走进了北京广播电视台 那时候出来乍到的周涛 什么都不懂 只能哭哭专严 比别人更早的来到办公室 却又比别人更晚的离开 好在功夫没有白费 两年的时间 周涛从一个新人 变成了北京电视台的当家花旦 央视也注意到了 这个优秀上进的小姑娘 便对其抛出了橄榄枝 犹豫一阵子之后 周涛觉得自己确实也需要 一个更大的平台来突破自己 便离开了北京电台 跳槽到了央视 刚进央视那会儿 台里决定把综艺大观 交给周涛主持 不希望这样一个 曾经给大家带了过 那么多欢乐 那么多笑声的老节目 在我们这些导演和主持人手里 让大家不喜欢了 所以今天我们是带着 特别真诚的心情 来求教于大家 所以在这儿呢 我想我先给大家聚个功吧 但那时候综艺大观 已经有了一个固定主持 也就是当时的央视一姐 倪萍 对于突然安插一个新人 来跟自己替班主持 倪萍对此人丝毫不知 问台里台里也只是吞吐吐吐的说 怕倪萍听了会难过 虽然倪萍没有把自己难过表现出来 但是毕竟饭碗突然被人抢了一半 要说不生气也着实不可能 以至于后来倪萍在被问及 对周涛和董卿的看法的时候 倪萍也只是笑着说 自己和董卿是好朋友 但对周涛却是闭口不提 由此可见 周涛和倪萍第一次见面 就没给对方留下好印象 在90年代 那个几乎没有综艺节目的年代 综艺大观属于为数不多的综艺节目 其实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 还是一个比较活泼和比较乐观的人 那以前呢 这方面可能在栏目当中体现的比较少 那以后呢 我可能会把生活当中 我性格的这些侧面 更多的带进我的栏目里去 甚至当时坊间还有个不成文的说法 只要主持了综艺大观 就等于半条腿迈进了春晚 果不其然 进入阳市的第二年 周涛又走上了春晚那舞台 高高的个子 大气端庄的气质 也成了观众对周涛的印象 没想到这一主持就是16年的时光 期间在主持完 2019年春晚之后 周涛还被任命成了 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央视医姐 但让周涛意想不到的是 在2008年他主持完北京奥运会之后 女儿看着影评上的妈妈 贴到周涛的耳边说 我快不认识妈妈 这句话像刺儿一样 扎进了周涛的心 看着渐渐长大的女儿 周涛突然意识到 这么多年以来 自己亏欠女儿的实在是太多了 别下定决心要好好陪伴女儿 有了这样的决定 周涛向台里请了半年的假 陪伴女儿的这段时间 周涛感受到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满足 他第一次体会到 做妈妈和小孩子相处 原来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小孩子的情绪波动比较大 内心也比较脆弱 女儿还是患上了情度的抑郁 一开始 周涛还可以工作家庭两边跑 但是时间长了 他也觉得自己 渐渐扛不住这么大的压力 就跟台里推掉了春晚主持 慢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每天给女儿讲故事 陪女儿做游戏 成了周涛的工作 而女儿也在妈妈的细心照料下 逐渐好转 变得越来越开朗乐观 就这样 周涛出现在2016年的春晚上 众所周知 周涛经历过两段婚姻 抑郁症的女儿 也是与贱人丈夫所生 而她的前夫 就是那个著名的 千里公粮宵的主持人姚可 和周涛在一起那会儿 姚可还不叫姚可 那时候的她叫姚洪 两人相识于广院 姚洪是周涛大三界的学哥 因为初见周涛时 被她的魅力和气质所折服 姚洪便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求 姚洪天生以赴豪嗓 声音温柔有磁性 而周涛也在姚洪的追求中 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声音好听的学长 两个人大学一毕业就结了婚 为了爱情 周涛选择留在北京 而姚洪也顺利被分到了 中央广播电台播音部 其实说起姚可在央广的地位 要比周涛在央视的地位还高 毕竟姚可可是国内三大资深解说之一 可惜在周涛见了央视之后不久 俩人因工作巨少离多 再加上性格上也产生了不少的矛盾 他们渐渐没了感情 终于在2002年 他们选择了离婚 而周涛的先人老公 也就是陆云 他们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认识了 不过那个时候周涛和姚可的关系很好 陆云也就没有对周涛表达自己的心意 直到周涛和姚可离婚之后 陆云对周涛展开了一系列的追求 但是对当时刚离婚不久的周涛而言 对感情人已经不抱有任何希望了 可是陆云并不私心 依旧坚持不懈地陪在周涛的身边 终于在两年之后 周涛被陆云打动 答应了他的求婚 婚后的第二年 他们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离开央视之后 周涛开始活跃各大综艺之上 好美哦 气质女神 看到年过半百的周涛站在舞台上 依旧风韵有蠢 老鱼终于明白了 什么才叫岁月不败美人 想知道更多主持人的家常力短 关注老鱼 咱们下期继续